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今天回來CongruMetral Town 發現大家很關心的Glass Panel System Demo就做好了,終於寄回來了 當初拍攝之前的影片給大家看 最想提供就是這個 但無奈他們還未說得及 唯有遲到遲上 首先,這個是Demo 所以比實際高度比較矮 到時都會上樓頂那麼高 然後組成的部分 就是一塊塊玻璃 但最關鍵就是靠長的一邊 一定會有一個門加鎖 玻璃網門是全部關上的 我們這邊是露台 大家想想外面還有一個欄杆 外面就是街 在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這些玻璃門全部都動不了 左右我現在都動不了 然後也不可以這樣翻出來 因為它全部都關閉了 如果你想開啟它 即是吃多些自然風 那就是陽光 即是不用關閉了 首先你要開啟這扇門 這一塊的玻璃 它是Temperate Glass來的 不是普通玻璃 我們中文叫強化玻璃 我看它應該大概是8mm左右的厚度 剛才就說了這裡有一個門鎖 它真的可以鎖 可以鎖緊 扣緊東西 以免有強風 或者還未關閉 然後在那邊撞到東西 撞到玻璃 另外大家看到它有兩條威亞 吊在這裡 原因是因為它普通的門 我們家的房門通常是一個树 但其實它是有三個树 頂這邊有一個 威亞配著有一個 我感覺到可以按下去 另外這裡也有一個树 然後其實底部也有一個 總共有三個树 所以就讓它可以上中下树 你拉一下的時候 就是拉著那條威亞 就可以讓兩個树進去 讓你們開到那扇門 好了 我們現在開了第一塊門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裡面是有一條軌道 上面和底下都有兩條軌道 去盛載這些玻璃門 我一旦開啟了就能動 可以推過去 就算推到這些中間也不能動 因為它有這樣的扣位 你一定要推到最後 然後才可以滾出來 經過這個扣 就可以打開 打開了你就會發現 兩邊的空間 你站在露台裡面 都很容易可以到達 你去清潔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方便 因為之前有朋友很關心 那些玻璃門牌 我怎麼清洗 這樣 動了一塊就跟著一塊 大家想想 我們的露台應該沒有這麼短 一路延伸過去 可能有五六七八塊 都是這樣的 一路伸到最後這裡 然後用這個位置就開啟了 如果你平時是不需要關掉玻璃幕牆 你喜歡熱一點 或者喜歡吹一下風 你可以一路維持它在這個狀態 有朋友會擔心 他們會不會被風吹到動一下 真實的情況 可能會有很多塊 五六七八塊 頂住 其實他們本身都會很重 好了 然後 到你想生的時候 又怎樣呢 一樣 把它蓋起來 進去之後 其實大家剛才看到這個東西是會轉的 進去 沿著這個上下軌道 就可以一路出去 它的玻璃幕牆很靈活 你不一定要全開或全生 你可以說A開兩塊 生一塊 都是OK的 它不會因為一塊零零丁丁丁 就不停搖 或者是掉了出來 它不會的 一定要回來這個扣才可以掉出來 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陽光房不是全蜜蜂的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其實是有縫的 即使你生一塊玻璃幕牆 你365天都不開 都不可以當裡面是室內空間 多個房間 給兒子睡 放一張床 放一些被子 真的不可以的 都要當它是室內 只不過是你可能是春天 秋天 比較涼的時候 用這個露台都會比較舒服 加上可以開暖氣 好了 最後如果你關閉的話 就關閉它 就最安全了 先說一下它的保障 這一組的架構 其實就好像 你買了部份內的一些電器 Konga會有兩年的保養 這兩年來 這個玻璃幕牆 發生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結構性的東西 出現了問題 都會找回這間公司去管理 它在Lumen這間公司去做這件事 到時它會派回他們的維修人員 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當過了兩年之後 就變成了你自己 就要去做維修人員 有什麼事 你可能自己聯絡它 或者再找其他合約員去處理 然後還有朋友可能想問 如果我的露台不是正的 有個邊位 譬如這邊還有的 那會怎樣呢 就會有兩組這些系統 它不會轉彎 即是說這邊靠牆有道門 如果大家想想這裡還有一道牆 那最後一節也是一道門 另外兩邊的玻璃 就會去到這裡 就會黏在一起 就會有兩道門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問我 或者其實在溫哥華的朋友 你很想看看這個系統如何 要確定它的安全度 都可以找我 或者我們可以約我來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怎樣運作 好嗎 謝謝大家